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王菩萨应地发愿赶果 这两个愿都是无尽的 婆罗门女立红誓愿 愿我经未来劫 应有罪苦众生 广设方便 使令解脱住 地藏王菩萨过去视为婆罗门女时 赶佛为神 入地狱寻母 欲无毒鬼王得知 母亲因她为母修复供养 而托地狱之苦 鬼王言毕 合掌而退 婆罗门女寻如梦归 物此事宜 便于绝华定字在王如来塔项之前 立红誓愿 愿我经未来劫 应有罪苦众生 广设方便 使令解脱物 就是明白了 开悟了 因为她供养绝华定字在王如来 她母亲升天了 同地狱的人也升天了 也得到好处了 鬼王跟她问答完之后 合个掌 做个礼就走了 她也开悟了 就跟做梦一样 其实她就是在做梦 我们梦中所见的境界 跟这种境界是一样的 大家都做梦吗 做梦要能有这种境界 跟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一段就是本经要说的目的 显示地藏王菩萨大愿 说她的因 就是说她怎么现在 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能够度这些人 她因地就发了这个愿 经过不可说不可说节的时间 这是说 她在不可说不可说节以前的事 她发愿经未来节 未来节怎么尽得了呢 未来还有未来 是永远无尽的 永远就有受苦的众生 所有未来节的应有罪苦众生 我要广设方便 令他们得以解脱 度完他们 这个是地藏王菩萨 做婆罗门女的时候 有这么一段因缘 为了她妈妈 她看见众生苦了 她立红誓愿 红者 大也 无边无际的就叫红 誓就是坚强支持这个愿 是必完成 后面还有愿的 把这几个愿加一起 就是地狱未空 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佛告文书势力 使鬼王无读者 当今采守菩萨事 婆罗门女者 即地藏菩萨事 释迦牟尼佛 跟文书菩萨讲故事 现在就得证实一下 那些人都是谁啊 佛告文书势力 使鬼王无读者 无读的鬼王 就是在我们法会当中的 采守菩萨事 婆罗门女 就是地藏王菩萨 即地藏菩萨事 这段故事 是说地藏王菩萨在阴地时候 发愿所感的果 第一品发了两个愿 一个做长者子发愿 一个做婆罗门女发愿 这两个愿都是无尽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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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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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 南无地藏王菩萨